这片寸草不生,荒无人烟的土地,就是现在的朝鲜,而30年前有100万朝鲜人可能死于饥饿。 根据联合国的说法,即使在今天也有不到20%的人口,出现食物短缺,甚至吃不上饭,尤其是住在农村的人。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年分发约40万吨的食物。 在当地农业几乎不存在,农用机械匮乏,许多人们被活活饿死,更别提有动物的存在了。 没有粮食,人们为了能够活下去,便四处寻找吃的,比如海藻、草根。 不过这对于农村人来说,已经是丰富的菜肴了。 其原因是因为朝鲜自1953年金日成建国以来,一直都是固不自封,没有任何改变或者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变。 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,但他被指定朝鲜永远的领导人。 他以雕像、地画和海报的形式,无处不在。 他的儿子金正日,接替他并且被正式通知,作为亲爱的领导。 他继续领导2300万朝鲜人,在没有任何自由的绝对痛苦中生存。 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支持,被认为是超强大的100万军队,装备齐全。 包括核武器技术上,与韩国仍处于战争状态,到了孙子辈金正恩继续他们祖辈的工作。 而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当于中国的1960年代。 大街上有着为数不多的汽油公共汽车,人们排着长队,有序等待上车。 那里的人们乐在其中,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一样。 街边的商店空荡荡,更不会让外国的游客拍摄,因为普通人从不冒险进入。 当然并非所有事情都如此黯淡。 那里也有高速公路,不理解的是,这里只限于骑自行车的人使用和清理小队,清除路面水坑。 则这些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,可以为国家做贡献。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首都机场,竟然设有赌场。 不过此赌场你只可以在那里玩老虎机,且从来没有累积奖金池。 可以说朝鲜所有的设施齐全,可悲的是人们被完全地限制如何使用。 高级的运动有高尔夫,但这是最资本化的运动,只有上层社会人才能享受。 则对于2300万的普通朝鲜人来说,从来没有见过。 如此艰难的日子,但规定每天必须微笑面对。 有时还要在盛大的街头游行中,穿上传统的服饰,在精心编排的节目中跳舞。 在这个噩梦般的国家,所有的人们从出生就开始被教育。 朝鲜人之所以如此崇拜金日成,是因为他制定的福利政策,深得人心。 国家给分配房屋,不像中国一样,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为房子拼搏。 虽然他们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两三百,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花费的地方。 人总要生老病死,因此在朝鲜不管大病小病,全部免费治疗。 并且那里的孕妇,根本不用考虑失业这一问题。 他们有长达六到八个月的带薪休假,这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。 还有从孩子出生,奶粉国家也是全部承担费用。 小孩子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学费,国家全部承担。 人生所面临的几大难题,朝鲜全部为他们的子民解决了。 所以朝鲜人如此信服他们的领导人。 如果你想要来到这个国家旅游,再刚落飞机,你就会被带入检查室,对你进行非常不友好的全方位检查。 并且相机中的每张照片都要经过严格的审阅检查。 所住的卧室里没有床垫而且没有自来水,只有几张破旧的毯子使用。 并且你的一举一动,随时都有摄像头监视你。 很快你在导游的带领下开始访问,朝鲜这个极拳版的天堂。 在这片社会主义幸福的土地上,首先来到唯一的游乐场。 这里每个人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热情地打着招呼。 进入公园,朝鲜人不用买票,人们都可以进入里面玩耍。 公园里许多项目都是老演员,破旧的设施。 老师的鞦韆,乘坐旋转一等。 但许多设施都被人看管,如果不听话会被驱逐下去。 并且这些设施的安全性非常值得怀疑。 就在人们玩得非常尽兴时,突然一群士兵出现了。 游玩的人们看到后都会避让。 正在玩游戏时,看到他们过来了,也会立刻停下来让给他们。 现在你被带到朝鲜的分界线,右边是朝鲜国旗,另一端几米远的地方是韩国。 当你进入这里必须排成一列,由士兵们严密观察,气氛很紧张。 这里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,两侧被一百万士兵包围,随时待命。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著名的朝韩非武装地带。 并且在边界的两侧,以红色突出显示的是警卫。 他们不看对方,时刻保持警惕。 如果一只脚放在线上的人,将会立即被大量摄像机发现并杀死。 游客们参观完后,在临走之前,他们的相机会被严格地检验每张照片。 下一站是战争博物馆。 角落里有位老妇人正在清理石头。 突然其中一名导游助理强迫他离开,因为他破坏了风景。 这是外人看不到的。 因为这个国家的形象正处于危险之中,不允许任何东西扭曲以及不断受到监控的形象。 来到博物馆后,首先是一幅巨大的壁画,正如人们对朝鲜创始人金日成的荣耀所期待的那样。 他等同于神一般的地位,尤其是因为他自己,改写了他的国家的整个近代史。 在博物馆里播放的内容,美国必须是错误的一方,误导了这里所有的人们。 并且这里的许多历史都被改写,体现朝鲜的武器强大。 留到最后参观的是一幅描绘首尔战役的巨大壁画。 聚光灯聚焦于拯救共产主义朝鲜政权,英勇士兵的并将其保护至今。 游客们回到酒店,现在正值下班高峰期,每个人都秩序地排队下班回家。 在这里从来都不会出现堵车的状况。 刚刚马路上出事了,立刻在马路中间一个女人,尽快将碎玻璃清理干净。 这座城市路边没有广告,只有为宣传共产主义政权巨大的海报。 我们看到人们为建设这个完美国家的未来而自豪。 一个妇女在这个国家,纯粹是为了抚养孩子等宣传语。 回到酒店,里面有一台电视机,一直播放国家电视台。 节目包括在军人面前唱爱国歌曲,将军们发表演讲, 一部关于金正日的自然纪录片,以及如何最好地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。 更不会出现电视剧之类的节目,朝鲜人看到这些片段,都会产生无比激动的心情,为自己生在这个国家感到自豪。 在朝鲜每天清晨起来,都会播放固定的歌曲,穿透国家的各个角落。 人们听到声音后,立刻起床,开始过着重复的日子。 并且凌晨六点清洁工就要把每条接到清扫的一尘不染。 十字路口交警在指挥部存在的交通,它的动作犹如那些发疯的木偶。 在这个共产党政权的首都,一切都必须是完美的。 但这个国家的极度贫困是难以掩饰的。 还有一群剃光头的男人,穿着一模一样,他们有节奏的沉练。 那里的人们就像一个疯狂的装置,而这一转就是转动了六十年。 在一个禁止宗教的国家,吉日成就是他们的神,当地的斯大林。 他一直领导着一个国家,并任命自己为永远的领导人。 并且游客和这个国家其他人一样,不得不向他致敬。 这里有一家唯一的披萨店,在那里用餐是为精英和少数外国游客保留的特权。 这家餐厅本质上,是根据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明确命令一时兴起创建的。 仅仅因为金日成喜欢披萨,在那里人们不会玩手机,因为只允许拨打本地电话。 人们的娱乐设施,可以在大同河上划船或可养宠物。 人民广场上可以看到华汉兵的年轻人,还有人们可以玩保龄球,游泳池。 如果他们想要上网,需要去图书馆,但未连接到互联网。 他们想控制人民的思想,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。 在街上六岁以下的孩子,已经开始学习行进和踏步,高唱爱国歌曲,歌颂伟大的领袖金日成。 几个街区外,一所幼儿园,这些孩子都表现得非常完美,一片非常和谐温暖的画面。 学校里孩子们很漂亮,彬彬有礼,总是面带微笑。 教学工具植物,动物做得几乎和真的一样,令人难以置信。 孩子们会学习认识这个国家所有的果树,动物。 当校长来访问时,孩子们热情地欢迎来访者。 课堂上,五岁以下的孩子们正在学习金日成生平中主要情节, 然后他们会兴致勃勃地背诵,小孩子可以为这些感到骄傲。 通过他们,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是有保障的。 他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于服从,他们背诵了很多,学习历史和这位伟大领袖的一切。 在他们三岁时,就开始教他们,他出生在哪里,他居住的地方,他做了什么。 一切都在重复,直到他在他们的脑海中固定下来。 这个房间是宿舍,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午睡以及晚上睡觉。 从五岁开始,他们在这里度过了整个星期,永远不回家。 国家接管了父母的角色,并且这个国家的军事影响无处不在。 米格战斗机的精确复制品,一些孩子打扮成军官, 而有些孩子则登上一辆巨大的电动火车。 它比任何西方的学校都好,如此多的幸福和快乐。 当看到这么多快乐的小脸时,你都会怀疑自己,这还是不是认识你认识的朝鲜。 学校里举办一场表演,以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家为特色。 孩子们都画着精致的妆容,重复一个熟记于新的舞蹈。 所有人都表现得像微型成年人,吉他手,旋转的舞者,天才歌手。 舞台的一切,管理到最细微的细节,就连笑容。 这些像木偶的孩子,旨在体现朝鲜理想,甚至连笑容都显得勉强。 为了达到这些结果,投入数百小时的工作。 最后结束是一个五岁孩子的钢琴独奏,再现了专业音乐会钢琴家的每一个动作。 在学校里,还有着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语,金正日是世界上最好的。 由此可以想象得到,朝鲜是最具集权的社会。 它把朝鲜人变成机器人。